咱们今天要说的这第一个故事 是一个出生在北京的鬼友 给大伙提供的这么一个故事 之所以没说他是北京人 是他自己说的 他一点都不像是一个北京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打小 是他姥姥跟姥爷带大的 他姥姥姥爷是南方人 浙江人 所以咱们鬼友小的时候 就特别喜欢吃南方菜 喜欢听南方的口音 咱们来介绍一下 他姥姥和姥爷 他姥爷快90岁了 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他姥爷年轻那个时代 能上上大学 而且能当上高级工程师的 确实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他姥爷这一辈子 都在水利科学院 从事研究工作 他姥姥呢 就是一个很规矩的家庭妇女 勤勤恳恳这一辈子 照顾着自己的丈夫 照顾自己这一家的孩子 姥姥现在已经没有了 姥姥去世以后呢 姥爷就跟他的二女 也就是咱们鬼友的二姨 在一起住 那么到二女家去住去了 姥爷在水利科学院 这个房子就空下来了 咱们鬼友啊 他大学毕业以后呢 就搬到这房子里边来住了 咱们鬼友一个人住这房子 还挺浪费的 为什么这房子挺大的 三室两厅的房子 在六楼顶楼 这楼里边啊 住的都是水利科学院的家属 一般都是一些离休退休的老人 咱们鬼友是那楼里边最年轻的 鬼友呢 干什么工作呢 靠手里吃饭 从小喜欢画画 大学学的是设计 毕业以后呢 干脆呢就在家接一些私活 老人呢 咱说都习惯早睡早起 睡得比较早 起得比较早 咱们鬼友年轻人呢 恰恰相反 夜里边两三点钟睡觉 那都算是早的了 我估计啊 跟咱们现在好多年轻人 这生活习惯啊 做些时间都很像 咱们鬼友这哥们啊 跟这楼里边的老人呢 他总觉得 有没有办法愉悦的代沟 所以咱们鬼友呢 跟这些面熟的老人 从来都不打招呼 但是这些老人 看见咱们鬼友啊 都是多看起 有的呢 甚至还在咱们鬼友的背后 窃窃私语 聊的是什么呢 其实啊 他们窃窃私语 咱们鬼友也听见了 说的是什么呢 无非就是啊 哪天又带一个姑娘 回来了 啥啥啥啥 就这些话呗 扯老婆舌 咱们鬼友也不在乎 这也不算什么 他们说他们的 反正 我不是什么明星 是不是 我不怕闹什么绯闻 我又没结果 我又没媳妇 我带怎么了 老人撞到一起 八卦 他们八卦他的 我无所谓 咱们鬼友啊 对这些老人 其实都无所谓 可是他单独啊 对他们对门一个老太太有点反感 为什么 因为咱们鬼友每次离开家或者回家的时候 只要他动了他们家的门 对门的老太太 准会把他们家这个门缝里边露出半张脸 朝咱们鬼友里边看 甚至说 咱们鬼友刚上到六楼掏钥匙的时候 这老太太就已经在门缝里边准备好了 偷看 明目张胆的偷看 也不知道看什么 咱们鬼友啊 一开始还没觉得什么 可是到后来啊 任无可忍 有几回咱们鬼友都瞪这老太太 拿眼睛瞪他 可是甭管你怎么瞪 这老太太就是在这瞅你 咱们鬼友也不知道他瞅过什么呀 他咋是看什么呀 这老太太 一直这样 鬼友是一点招没有 束手无策 夏天到了 北京这夏天啊 我不知道咱们各位鬼友有没有体验 也不知道是打什么时候开始 还是北京一直都这样 这夏天变成了一年四季里边 最难熬的几个月 阿尚记得 曾经在北京的时候 你就别提多难受 没空调活不了 夏天那时候真是 连闷在热 跟沙漠似的 咱们鬼友也说 他小的时候还能捉个蜻蜓啊 抓个枝链 打个水仗 吃个冰棍的 还叫挺好的 现在 北京这夏天 除了热 什么也没剩下 所有人都躲在屋子里边 开着空调 想要出门 他都得下一番绝心 咱们鬼友是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几个屋子这空调 全都是整天开的 不开受不了 停一会儿就浑身伤 有那么一天啊 咱们鬼友啊 在家 因为一幅插画 找不着灵感 在这发愁呢 这电话突然响 电话链声一响 鬼友吓一跳 接电话问 喂 谁啊 对面传过来一个陌生老太太的声音 老太太说 你们家那空调水 把我家花给滴坏了 你把那空调弄一弄啊 那个 您是 我是一楼的 咱们鬼友努力回响 一楼的 啊啊啊 行 那我弄一下吧 对边 啪 把电话给挂了 咱们鬼友刚才起来打开窗户 窗户一打开 这一股热浪就上来了 浑身上下 一下出了一层白毛汗 咱们鬼友 往一楼一看 也约看见 确实是 下边有花 红红绿绿 再一看 自己家空调的排水管 确实往下滴水 然后柜友把这个排水管啊 往右边转转转 把窗户赶紧关 是太热 把这个排水管弄好之后 他继续 在这想这个插画的事 过了能有十分钟左右吧 门铃人想 门铃人一想 把沉思当中的柜友又下一条 下一拘领 这回这有点来气 我门边走 一边走一边 喊谁呀 我是一楼的 又那老太太声音 找着门来了 鬼友把门打开 看见一个老太太 长得挺瘦挺弱的 站在面前 这老太太 咱们鬼友好像见过 皮肤特别白 尤其是嘴唇 一点斜色没有 大热天 老太太戴一个毛线帽子 那个您 咱们鬼友都不知道说什么 这老太太也没说什么 一脚就进门了 直接进屋里了 一边走一边说 你们家这空调滴水 把我们家花都滴坏了 咱们鬼友赶紧干什么 我刚才弄了呀 还滴吗 老太太直接走到窗户跟前 打开窗户往下看 咱们鬼友尽量客气跟人说 那个 大娘啊 要不您把您那花挪一挪吧 这时候老太这表情很不好 看那样有点生气 老太说 我在这种了一辈子花了 我从来没挪过 咱们鬼友没想到 这老太太反应能这么大 赶紧说 对不起 对不起 那我再弄弄空调吧 这老太太看都没看 她一眼 转身朝门口走了 咱们鬼友又赶紧跟上她 看着老太太出了门 下了六楼 她才关上门 亲和你这老太太脾气还不小 不就几门花吗 鬼友又跑过去 弄了空调派水罐 这回是尽量努力把这排水罐 往最远的地方挪了挪 往右边挪了挪 只能这样了 她们鬼友心想 再递走你花你就挪花吧 我也没招了 就这样 这一天下来 这老太太 没来找过她 看这架势 这问题是解决了 这天一天比一天热 那几天的温度 都高达四十多冬 家里边吃的东西没有了 总我家里不出也不行 得买吃的买补给 咱们鬼友一看 家里边吃的没了 心想 顶着高温也得去超市 赶紧冲了个澡 穿上背心短裤就出门了 一个小时以后 这家伙大汗淋漓的 拎着东西 回到了自己这个小区的楼口 刚要进楼的时候 她就看旁边这草地上 一排一排的鲜花 这花长得还挺好 还挺艳的 这哥们心想 可能这就是一楼老太太 种的花吧 她抬头看看六楼 确定了一下 这个空调白水管 还能不能滴到这花上 我倒是没滴上啊 她再一看这些花的颜色 特别好 特别鲜艳 拎着东西回家 等第二天中午的时候 咱们鬼友在家里边 正准备做饭的时候 这门铃又响了 开门一看 又是昨天一楼那老太太 站在咱们鬼友面前 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家空调滴了那水 把我们家花给滴坏了 这时候咱们鬼友 突然间有点烦 但是还是很客气的 跟这老太太说 前天我不是已经 把这空调排水管 给弄好了吗 只能这样了呀 要不您还是挪一下花吧 那草地上那么大的地方呢 您挪挪吧 这时候老太太突然间又特别生气的说一句 我不挪花 这一喊把咱们鬼友喊得无语没话了呀 老太太转身就下楼了 怎么回事呢 又低声了 就在咱们鬼友关门的时候 看见对门 有一双眼睛闪了一样 对面总偷看的那老太太 就在那天晚上 咱们鬼友他妈给咱们鬼友打电话 问咱们鬼友 这几天怎么样 需不需要买什么东西呀 咱们鬼友说不用了嘛 我今天刚去过超市 这时候他妈跟咱说 哎对了 你们楼那个张老太太 那前段时间死了 那楼下有没有什么动静 哪个张老太太 就一楼那个呀 化疗刚做完没多长时间 对了 她养了不少花呢 就这一句话 咱们鬼友背后 一下就凉了 那老太太已经死了 这两天可上来找她好几回了 为什么上来找她 因为这空调水滴了她花了 老太太为什么说我不挪花 因为她是鬼 她挪不了 那天晚上 打她妈的电话挂了以后 咱们鬼友就把空调关了 那一个夏天 她再没敢开过空调 好了啊 各位老爹们 这是咱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 接下来 大声给大伙说咱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 这第二个故事啊 咱们来说鬼上身 哎 咱们鬼友说呀 一直有人呢 跟他聊 说这世界上有鬼 说这个横死的人呢 死的不甘心就会阴魂不散 总在他家里边或者他出事的地方附近游荡 要是有这身体不好的人或者说阴气比较重的人碰上了 那这个横死鬼就会附到这个人身上 俗话讲 这就叫鬼上身 在咱们鬼友亲眼见过之前呢 他一直是不相信的 他只不过听过一些类似的故事啊 比方说 几十年前 有那么一个赶车的人 这赶车的人呢 姓郭叫郭老汉 郭老汉呢 赶着一个骡子 走到半路的时候 走到一个沟边上 就听见有人叫在上 哎 伙计等一下 你烧个角 这郭老汉随口就答应一下 好的啊 那你快点 那会儿天可快黑了 结果他等了一会儿没人 这车走了一阵 后面还有人喊 可是还没看见人 一直走到市局 都没看见人 后来那郭老汉 回家之后啊 就觉得这事怪 跟家人说的事 说完之后 没多长时间 那郭老汉就死了 后来呢 有这个赶牲口的 赶车的 走到那个沟边的时候 有人喊 都不答应 哎 这只不过咱们鬼友 听的一个故事 类似于这种故事 有很多啊 他 小的时候啊 听这种故事还挺怕的 可是到后来 他岁数大了 儿孙满堂了 他慢慢的啊 这些故事就快不记得了 但是呢 就在他已经快把这些故事 给忘干净的时候 他亲眼目睹一次鬼上神 哎 这个事 得打一个叫黑狗的说起 黑狗死了 这黑狗 可不是狗 不是一条大黑狗 它是个人名 俗话说 贱名好养活 哎 黑狗是怎么死的呢 出车祸死的 这种死 不是正常死亡 就叫横死 一般说家附近 有这种横死的人 周围的邻居啊 一般 都习惯绑这个红布 地鞋 咱们鬼友要说的 就是黑狗 死完之后 一百天的时候 百天即日那天出的事 那天呢 天也正常 地也正常 一切都正常 没有丝毫意象 没有任何让人感觉不舒服的地方 可是就这种看似正常的情况下 却发生了这么一个怪事 这个黑狗 他媳妇 自打黑狗死了以后 就哭个没完没了的 就没歇过 白天哭 晚上接着哭 哭了一百天 等到黑狗百天那天 他们家里边 来了一屋子的人 黑狗他们家住哪呢 住窑洞 窑洞现在也有好多住的啊 像陕西啊 甘肃啊 那边还有不少住窑洞的 黑狗他们家住窑洞 那天就来了一屋子 一窑的人 都来安慰黑狗他媳妇 黑狗他媳妇啊 一来人一劝更晚了 哭着哭着呢 就没声了 脸色都开始变黑变青 有点发紫色 这眼睛闭着 也不成眼睛 一会儿这眼睛睁开了 但是这人的目光呆滞 看起来一点灵气没有 村里人你看他这样 就知道坏了 这黑狗媳妇啊 他坏赶紧帮着叫 叫他名字 赶紧喊一喊 这人不对劲啊 有人就说呀 黑狗媳妇 你妈跟你打电话呢 赶紧接啊 黑狗媳妇一点反应没有 好像听不见声音 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上 这时候黑狗他娘 着急了 急得也瓦瓦哭 我这命咋这么苦啊 刚没了儿子 现在儿媳妇又不对了 这以后让我这老婆子 可咋办呢 村里人一看着急了 赶紧找会扎针的大夫 给扎针揪的 这大夫啊 来了之后 在黑狗媳妇的 尸根手指头 还有肩胛骨的位置 扎了几针 然后呢 大夫说 现在出血了 人没事了 把他先扶到炕上 让他睡一会儿 旁边人呢 就把这黑狗媳妇 往炕上扶 扶在时候就发现他呀 这浑身好像 这骨头被抽走了 本来他媳妇 挺瘦弱一个人 但是这会儿 显得特别沉 死沉死沉 浑身上下呀 感觉一点劲都没有 一滩烂肉似 比死人多口气 半天功夫过去了 黑狗媳妇 才算是缓行过来 这脸色没有 一开始那么黑了 也不清了 开始变黄 还有那么 丝丝细微的血色 但是呢 黑狗媳妇一直叫唤 紧叫唤 叫唤什么呢 说自己这头疼的受不了 感觉这脑子好像要炸了 说肚子疼 好像有人在里面用刀割 后来啊 一看这情况 你再找大夫 大夫也没招了 正好村里边有一个懂阴阳的七嫂 老太岁数挺大的 七嫂说呀 大黑回来了 给他媳妇打了个招呼 问候一下 他媳妇就受不了了 这会儿七嫂 用三张纸 把这纸点着 用这三张纸点着之后 绕着黑狗媳妇身上身下来回撩 打那纸的火撩他媳妇 水里边也一直念叨 念叨什么 咱们鬼有 听不明白 拿这纸了完之后 这个问题啊 也没解决 这时候有人就说呀 送送 送送 怎么送呢 他们当地送这些个 邪魔外道的办法 就是碗一碗清水 拿三根筷子 每蘸一下水 用这筷子啊 蘸一下水 然后再被腹体的人身上敲的一下 连打三次 嘴里边念叨 大黑呀 赶紧走 守住你那片地方 家里边什么都弄得好好的 别回来了 敲一回 说一次 连续三次 结果就用这招 送完之后 黑狗媳妇脑袋也不疼了 肚子也好了 说饿了想吃东西 赶紧给弄完面 吃完之后 她媳妇说想睡觉 躺那儿就睡着了 咱们鬼友 在那儿看 一看这情况 没再多敢待一分钟 立马就静止出门回家了 咱们鬼友那年多大岁数 57岁 一大爷 不敢看 邪小 后来有好事的人说呀 为什么黑狗 白天那天能找上她媳妇 那是因为 她媳妇在给黑狗穿兽衣 或者入脸的时候 没有用那个烧纸垫着 直接用手 扶着黑狗的尸体 这样的话 才会被黑狗给丧失 据说呀 在给横死的人入脸的时候 你得用这个烧纸垫着 不能拿手 直接去摸她那身子 如果直接摸的话呀 身体不好 或者说八字不应的话 很有可能 以后 就让她给找上 后来有一天 咱们鬼友 也碰见黑狗媳妇的 咱们鬼友还问她呢 就说 你还记得那天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黑狗媳妇笑了 说 不记得了 我也听别人说了 那天怎么说 但是我不记得 我就觉得我自己挺乏的 睡了一觉 醒了之后就好了 你没觉得什么呀 咱们鬼友乐了 乐得挺乖 本来呀 自己都快活一辈子了 不信这些事 但是打那之后 咱们鬼友自己话来说啊 变成老宅男 晚上能不出门啊 尽量不出门 白天呢 也少出门 好了啊 咱们今天这个 躲门布上 就给大伙说到这了 咱们团 咱们 这样子 有点 咱们 贵